自古帝王多无情,历史上那些皇帝能够稳坐皇位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能在众多皇子中除类拔萃一定是有手段的,其中朱棣的继承之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他在攻入南京后并不着急登基,反而杀进了宫中女子。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朱棣为什么要杀那些宫女呢?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朱棣的造反之路,靖南之义发生于1399年,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朱元璋的大儿子朱镖英年早逝,而朱镖的弟弟朱棣又能力特别出众。 但是朱元璋是一个立主文化复古的人,当然要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所以他还是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朱棣,这当然让朱棣很不爽了,凭啥好事都轮不着我呢。 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文登基称帝,是位建文帝,本来折,做了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已经让朱棣非常不爽了,但是他的折上台之后的一些行为却让他更加的不爽。 朱允文上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薛藩,朱允文跟他父亲一样,独信儒家思想。 是一个典型的君子型皇帝,不过历史上真正的儒生很少有做皇帝的,因为儒学本身就是臣子之学,道家和法家才是真正的帝王之学。 所以历史上对儒学特别笃信的皇帝,大多座皇帝做得比较憋屈,朱允文也不例外。 他一上台,看到自己那么多个野心勃勃的叔叔,而且个个都是雄才大略,顿时心里不淡定了。 加上他的儒生大臣们也都支持薛藩,所以他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薛藩运动。 本来朱棣还在犹豫要不要推翻自己的侄儿,如今侄儿直接要了断他的王位。 他当然就直接干起来了,正所谓,金王一死,举大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这就是后来朱棣发起的静难之意了。 不过,虽然朱棣造反有很多很充分的理由,但是他造反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很不得人心的事情。 可是造反的人不能说自己造反,得为自己选个理由来开脱,不然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不得民心的。 朱棣就想了个好办法,什么呢,他说皇帝身边有坏人啊,我这个做皇叔的要带兵去把那些坏人除掉。 说完就起兵尽难,不管他如何,毕竟是自己以叔叔的身份欺负之儿。 以臣子的身份叛逆朱允文,最终还把朱允文给搞丢了。 没有人知道朱允文到底是驾崩还是逃走了,朱允文只是想要夺走他的王位,而他却直接把朱允文给逼走失了,夺走了他的皇位。 所以朱棣在进皇宫的时候,心里是一律重重的,那为何他会把屠刀首先指向宫女呢? 杀女子的原因 朱棣在攻破南京城,逼入皇宫后的第一件事,竟然不是称帝登基,向天下人宣布自己的地位。 反而是先将后宫之中的女子全部抓捕囚禁,然后统统杀死,这一场惨无人道的杀戮持续了整整三天。 后宫之中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要知道,能进入皇宫之中的女子,不论位置高低,都是通过筛选才能进入宫中的,每一个都是长相标致,面容较好。 可为什么朱棣面这美女如云的场景,非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是要大杀四方呢? 清后宫,略美女这几乎成为了历代帝王称帝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好比秦始皇在他统一了六国之后,将六国之中的貌美女子全部押送到了自己的阿旁宫中。 再比如,刘邦当初夺取了魏王的政权之后,也是现将这些如花般的女子冲入后宫。 魏寺的人还有曹操,李世民等等,哪怕不冲入自己的后宫,也会将这些美女作为赏赐,送给有公之臣,或者用来犒劳将士们。 而如今到了朱棣这里,反而成了一个另类,那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何呢? 原因说来,其实也就三方面,斩草除根,消除眼线,保证丑闻,站在朱棣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这样做也比较符合他的性子和作为帝王的性子。 作为一代帝王,如果过于富人之人,当断不断,反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也许就会因为这些而葬送自己的地位,甚至是生命。 如此看来,朱棣就更像朱元璋一些,杀伐果断,有庸有谋,事无巨细。 斩草除根这个原因,就很好理解了。 就像上文所说,皇宫之中,随便一个打扫的宫女,面容都是上乘。 而历代皇帝的后宫,也一直有着后宫家里三千的说法。 那谁能确保朱允闻在位的这四年时间里,不会与宫中的哪个宫女发生意外呢? 作为一个皇帝宠幸宫中女子,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万一朱允闻宠幸了宫中哪个宫女,而这个宫女又恰好怀上了隆重,如果现在不产除等东窗事发,宫女偷偷生下了孩子。 那这个留着同样血脉的孙子要怎么处置呢? 不出礼调的话,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是否会对自己以后,或者自己孩子的以后产生威胁,谁也说不准。 那如果等孩子出生了,再处置自己,岂不是又要担上一条罪名? 所以,朱棣秉持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的原则,将这些怀有可能的女子们全部杀害。 除此之外,就是朱允闻一直没有被找到。 而朱棣也不相信朱允闻会被烧死在宫中,为了防止朱允闻是被宫女包庇,保护起来,或者有宫女随时给朱允闻传递她的消息。 成为朱允闻联系朝臣的线人,这将会带来无穷尽的麻烦。 为了确保登上皇位这件事的其中种种不会被世人所知,那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守住这个秘密,让他没有办法流传到民间。 俗话说,得好,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严的,所以朱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事情做绝。 正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让朱棣起了杀心,宫中除了和建文帝有些不目的太监和宫女之外,被其全数斩杀。 这样一种情况,知道真相的,便只剩下了跟着朱棣起兵造反的铁杆们,自然不用再担心消息泄露。 而且他还留下了一些宫中人物,作为证明烧死的人是建文帝的证人。 这样一来,建文帝就是不死也已经死了。 可以说,这些宫中美女们大都是为了建文帝而殉葬的。 而后世对朱棣此次到底杀死了多少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一千多人,一种是三千多人。 不过以朱棣后来做皇帝后的性格和表现出的雄才大略,估计一千人这个数字靠谱些,因为他不会滥杀。 还有就是,建文帝这位皇帝是位不错的皇帝,后宫不至于真的弄个家里三千。 朱棣这么做,其实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消除朱允文后代的做法,可以是做事最保险的行动之一。 毕竟,只要没人外转乱说,朱棣就能确保自己的权力无人挑战。 他深知,百姓更在意的是生活质量,而不是皇帝的身份。 朱棣统治大明朝创造了永乐盛世的辉煌成就,他能够在夺权之初就清除了叔叔们。 这样的胆识和手腕恐怕朱允文都无法企及。 然而,朱棣试图美化自己合法继承的历史,并改写史书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形象, 这也让他的历史形象变得复杂丰富,总而言之作为一位帝王。 朱棣的统治对于历史来说或许并非全是善举,但也不完全是坏事。 想象一下,当时的宫廷内部,嫔妃众多,势力盘根错节,没有外患无处不在。 如果朱棣直接登基称帝而未清除内部势力,他的统治将面临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残忍而必要的决策是必须做出的,朱棣毫不留情地下令杀进宫中女子, 旨在削弱可能对他掌权产生影响的势力,通过这一举动, 他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明确而鲜明的信号,内部权力斗争将被彻底终结, 他将建立起一个坚不可摧的朝廷体系。 此外,朱棣杀进宫中女子也可以是做一种警示和震慑, 他展现出了自己的决心和威严,向所有一解和敌对势力传递出不容挑战的强烈信号, 这对于他以后的统治至关重要, 因为一个权力新贵是必须用坚定的手段来压制住那些妄图动摇他根基的势力的。 众多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解读, 但无论如何,朱棣攻入南京后杀进宫中女子的行为不容忽视, 他的决策或许冷酷无情, 但却为他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或许难以理解他的想法。 但历史就是这样, 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 尽管我们无法真正进入朱棣的内心世界, 了解他当时的具体考量,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行动背后不仅仅是私欲的驱使, 更有着政治手段和战略需要的考量。 这个历史之谜或许永远无法完全解开, 但正是这种引人深思的问题, 让我们爱上了历史, 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静南之意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帝与藩国之间发生的内战。 建文皇帝为了巩固政权, 决定削藩, 引发了这场战争。 静南之意是明朝历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权争霸战。 它不但改变了明朝对地位的归属权, 而且对此后两百多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感谢观看! 同样的kyra到你的归属权王帝与藩 文帝被创作 rose家丹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